無線新劇《仕途行者義》今晚首播 苗喬偉、陳豪、孫圈、周柏豪、黃翠瑜、洪永成、陳偉 一眾劇中主要演員 在酒店舉行啟播儀式 以行紅地尖形式上台 主角苗喬偉是否很期待劇集的首播呢 期待 期待了這麼久了成年 由去年年尾開工到現在終於播出了 大家可以看看去年一路辛苦了五個月 連籌備一年 終於今晚出來見人了 希望沒有失禮人 黃翠瑜戲中有很多親熱氣 他最可惜嘴不了你 翠瑜年輕 他有兩個男神 有個年輕人陪著他 不是吧 那就等下一集吧 希望下一集有機會 這麼給面子 這麼給面子 你自己介不介意嗎 介不介意什麼 介不介意跟女嘴親戚 我們是演員來的 你有劇本寫了 如果是需要的 沒有問題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這麼多年 會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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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翠瑜被男友笑他這次好著數 這麼大膽 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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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此理 他們兩個很多人的男神 而且很開心 不過我想 到我們開工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 因為我們很熟 還有在裏面 我們過程一直一直 大家吃飯 這樣 還有男神 他們有付出的 黃翠瑜 他是買了台 喔 洗衣機 那些 不是洗衣機 健身那些 哦 買在他房間裡 因為那時候 在深圳拍攝的時候 拍完 其實我就做 四月那個紅磐演唱會 所以我什麼都買 什麼都上網買 就是在內地 大家都知道 逃回來的 什麼都是 又買健身的設備 健身椅 啞鈴 橡筋 手套 什麼都買 然後呢 我還要是唯一 一個演員 在這個 房間裡 我是自己安置了洗衣機 因為我的底褲是不夠洗的 什麼 我在裡面 上面是 我打得多 但是我 很怪的 我一天要 我一天換幾次 因為我一天要做運動 要 我們不斷耗著 我又做運動 做運動 又要拍戲的時候 回來又要換 睡覺之前 你洗完又要換 坐底 坐底 那黃翠瑜有沒有受惠呢 沒有 他有叫我拿的 是的 搞不 disso 我iversити 一天三條 你檢皮 你有受惠 有試過他的健身 健身拿的手機 喔 打零 他買的那些是專業級的 我硬了十一刻 你在問我 會不會有小機 那樣 哇 你十次啊 弘永成這一次 宣傳使徒衡者二 但他和賽斯伯拍大歲 她的柔傳緋聞 她是去跑步的 一齊出去跑步 一齊出去跑步 吃東西、聊天 兩樣東西 一齊我們收工之後一齊喝酒 聊天 第二天雜誌也有說 私底下自己去跑步 都是一大班同事在一起 這個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是否叫做誣衊 誣衊了師輩的確 不是那麼好 尤其是女生 她都做得很好 很多feedback 越來越好 因為一件這樣的事 而影響她的印象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